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晨晨 现在我到我们祠堂上面来准备一碗饲料了 看一下 准备了饭桶饲料 这是龙虾专用饲料 看一下颗粒饲料 好多朋友问我 是怎么喂养这个小龙虾的 就是为了这个高蛋白的分化饲料 小龙虾长得比较快 然后肉质也比较饱满 这个是今天刚刚拖回来的那个水花生 我们把它投到这个池塘里面 等一下把这个整理完了 再来喂饲料 真是龙虾的最爱啊 这个龙虾 它可以帮助龙虾在上面脱壳 然后温度高了 太阳大起来之后 它可以在里面遮阴 然后龙虾在里面装来装气的话 身上都很干净的 好多青蛙里面走的 把这个水花生稍微整理一下 把这个根把它弄到下面去 这个水花生它是一种水草 它到时候繁住起来特别快的 因为这个棍子插在它的中间 把它固定在这个岸边上 但然后到时候它放到满堂都是的 我们只需要它的这个岸边围着一圈就可以了 还有好多朋友问我 那个龙虾会不会逃跑 那就看一下 这前段时间我跟老师两个人 围着这个安全网 看一下这上面有一层胶布 这个龙虾是跑不掉的 看水味失亮了 看水味失亮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整理好的水花生 我们沿着这个池塘一圈都整理了 这个水花生炸的很快的 到时候发起来之后 然后整个池塘一圈都有 给龙虾遮阴特别好 一般我们这个饲料都是下午味 因为晚上温度低一点 然后那个龙虾晚上吃的活动频繁一点 然后都是沿着这个池塘适中 撒一圈 我们可以稍微撒到这个岸边上 然后能看到小龙虾吃了多少 我们看一下它的食量 撒到这个岸边上 这个记号 这个龙虾吃没吃 你看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 然后了解龙虾的食量 好多龙虾壳子 这个龙虾呀 就是撒一次壳就可以长个二千左右了 好了 备完了 现在准备下地龙了 今天准备到那个中间去 中间去下地龙 今天早上取地龙 发现有好多很肥的鳝鱼 所以我们要在中间去把那个鳝鱼给做出来 这个鳝鱼可是龙虾的天敌 它不是小虾苗的 这个水还是带下去 它慢一点 它慢一点 这个池塘底下淤泥很深的 不小心会走烧焦 好 好了 我们就在这个竹竿这里 下两个 把绳子绑到这个竹竿上来 很多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搞笑的问题 说那个龙虾是从哪里进去的 这个地龙 两头都绑起来了 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两边 看见没有 两边这有洞 看见没有 就是从这个洞 装进去之后 它就出不来了 看见没 装进去之后 它就在这个笼子里面 只能两头出来 看 两边都有洞的 我这个头绑起来 好了 地龙就下好了 下了一个 两个 三个 下了六个 六个地龙在中间 希望明天多打一点大上鱼 大上鱼 把我的虾鸟都吃掉了 把它回去了 明天又会丰收的 再见